记者杨棉杰台北报道,深澳电厂争议延烧,针对有部分声音认为环平程序应该重做。 环保署长李英元金受访时表示,深澳电厂整体污染量及电量都减少,当初才会通过,而环平虽然有时会出现争议,但这是有公信力的制度,过程中让利害关系人都得到尊重。 有意见则可透过相关诉讼诉论制度处理,未来也会与社会慢慢沟通。 深澳电厂相关争议已经被排入立法院为环会议程,包括环保署、经济部、开店等单位都出席报告并接受质询。 李英元在会前受访时说,环平在过去二十几年实践的过程中,各种争议都有,包括开发单位,环团都会有不满,但各利害关系人都在过程中都会得到尊重,让意见得到表达。 李英元认为环平的实践让台湾环境相对好很多,虽然还不是完美,但制度公信力大家应该有信心,所以是不是就尊重环平程序。 有意见的部分将来还有相关诉讼、诉论程序,过去很多环团都有提过相关诉讼程序,过去几乎是每届都有环平争议,但是到最后大家都能蛮理性的认为各方面都有收到考量尊重或采取相关配套措施,应该算是还不错的制度。 对于外界对深奥电厂的疑虑,李英元也解释,此次的环差审议,先前的专案报告都有讲过,包括流氧化物从50ppm减到15ppm,但氧化物从50ppm减到15ppm, 两部机组共计减少40万千瓦,在海岸地区的影响本来在三载澳湾有煤仓、灰塘等,但都已完全取消,未来都在场内,未来都在场内,在深奥湾中有专用游港区对环境冲击缩小,当初整个环平程序是这样通过的。